大家好 今天是我COVID確診的第七天 已經是第七天囉 嚴格來說應該是第八天的早上啦 因為我都是睡前錄影的 但是 這幾次都 蠻偷懶的 隔天早上才錄 因為追劇就很累啊 有什麼藉口 OK 總之昨天 我自己在家裡就 已經 痛了鼻子做快篩 測試的結果是硬性 然後我就有一點自信了 於是今天早上我就去藥局 就是做了比較專業的快篩 但還是不是PC啊 就是 比較 深入的快篩 應該這麼說嗎 因為他們童子比較深嘛 結果出來是 陰性的 陰性 OK 去藥房做快篩是 不用錢的 我現在 做出來 結果是陰性之後 我就立刻 把回程的機票改了 那也很幸運的 差價的部分 終於不用付一個什麼 28900之類的 只要付 5500塊就好了 真是幸運啊 OK 今天呢也算是 我 我從 6號確診之後 的 第1次出門吧 所以已經是 過了 7天 左右了 7 對 7天 對廢話 我剛剛自己 不能說 第7天 已經過了7天 是第8天 出門 然後 然後 檢測結果就一定是 硬性了嘛 但是 PCR還是 不確定 因為PCR比較 難 過關 總之我先把 嗯 獲得回程機票改在 下下禮拜一 就是3月21號的時候 我是6號確診的 21號 晚上上飛機就等於是 隔離14天的意思 剛剛好符合 台灣的標準 隔離14天 照理來說應該 就會是硬性的 我希望啦 上飛機前 當然還是會再做一次 PCR的 檢測囉 那 希望一切順利 真的好希望喔 希望可以早點回台灣 然後呢 恩 因為 距離我回台灣的日期 經驗吃蠻久 我平常都是吃 還沒要睡覺的 我的藥 完全已經 吃完了 我只能昨天開始 就已經 沒辦法 好好睡了 整個晚上都在做噩夢 恩 好不舒服喔 我今天超累的 恩 累死 然後 然後 因為在家裡都還是要戴口罩 所以這邊長超多口罩兜兜的 超多 我有稍微蓋一下 我希望不要再戴口罩了 我希望不要再戴口罩了 戴口罩真的好累喔 而且我又一定要戴那個N95系列的 真的好辛苦 大家一定要好好保重身體喔 然後昨天我一天又醉完了一部新的劇 難怪晚上會做噩夢 怪誰嗎 恩 Netflix上面的叫做 Pieces of her 中文不知道叫什麼 OK 我的結論就是呢 恩 因為他們跨足了小時候 跟青少年還有中年時期 然後 我覺得選角方面落差有點大 就是有點接不起來 他小時候早這樣 他長大長這樣 怪怪的 再來就是女主角的個性 真的不是很討喜 雖然我可以理解 這個 劇 主要 感情的部分 還有 角色的性格 但是 總之不是 不是非常我的才 只是很想看到結局 我就快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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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轉一截就是我 好壞喔 這樣子 對不起就是 用心製作 聚集的人 抱歉抱歉 OK 那今天就這樣 希望我可以早點 順利的回台灣喔 如果沒什麼差錯的話 今天 應該就是最後一集了 我希望 那我也沒什麼症狀 姐姐也是 那我們就 台灣見囉 掰掰 拜拜